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超 今天是9月24号 围绕着过去24小时 以中共国为中心 那现在你提到以中共国为中心 你只能又要提到习近平 围绕着中共习近平在整个全球范围内 出现了极其荒谬的事件 而这荒谬的本身却是习近平亲自出手 表达出他生命品质的一幕 所以跟大家汇总一下 围绕着今天中共国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事情 当你会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说到 这肯定不是人 对 这肯定不是人 所以当他如果不是人的话 廉耻 道德 尊严 你一切对人的形容的 以人为基础的 对与错的形容都不适用 原因就是他不是人 跟大家分享这期节目的下半部分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在过去的两三年里面 就被习近平就像长城饭店的天上人间的女孩子 花钱给买了 买了买肉是给买了 买完之后 美国退出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在这个背景之下 昨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调查小组 去做有关新疆习近平种族灭绝的相关调查报告 当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调查小组成员做报告的时候 去的三个女人 大家看到下面的这个China的意思 用的是法文 在这个瑞士都是法文来的 旁边是智力的代表 当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在做报告的时候 这个女人就拍拙 没有任何他没有任何拍拙 啪啪啪这么拍拙 那会议主席就大家就停下来说什么事呢 他没有任何道歉歉意礼貌之词 他说我要求你主席停止这个人的报告 我要求你主席停止这个人的报告 那主席没停止 那主席说这是联合 这是人权委员会的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 继续 那人往下念 正说他念的内容呢 就是习近平政权 把上百万的维吾尔族人 关在了集中营 就正好这句话 再念他就啪啪啪就拍 拍那个人讲话 那人就停下来 一停下 还是他就跟我现在强烈的要求 你必须要让他停止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呢 可能是联席主席 有职位主席 有有常务的主席 两个人都发言 其中一个主席呢 可能是职位主席啊 还是什么 一个黑人一个白人 要求发言继续进行 你的阻止是不接受的 那个人就继续说了 他就继续拍 旁边这个是智利的这个男人 这是中国的三个女人 他年龄也就三十岁左右 这是今天的大陆女人 横是不是 那李连英做皇帝 把把女人都弄宫里去 不掐死他 他在瑞士 他难道不知道吗 对不对 他看咱今日点击可以随便看 但他还是这东西 这就是 蓬佩奥在讲说 中国共产党凌驾中国人 什么叫凌驾中国人 什么叫霸凌中国人 强奸 附体 实际是这样 而被强奸 被附体的人 他失去了自己对生命的尊重 他失去了自己尊重的立足点 他觉得那是一份乐趣 那是一份生活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我觉得太抽象 对吧 在今天的很多环境中 很多大陆人的环境中 他渴望着被凌辱 被凌辱的过程 是他寻找乐子的过程 朋友说 陶哥你又往那词上走 中国大学生在学校 男生把自己给干了 自攻了 成为李连英 说为什么 怕影响学习 因为自己长成了嘛 那肉他长成了 他就有想法 对不对 我们刚才这期节目一开始 就跟大家解释那东西了 他有那想法 他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 他不自己给自己拿刀子给干了 这是今天中国的大学 这是在年轻人在这个学校中 对生命失去了认知 只有战胜别人 只有学习好 才会拥有未来 我今天 如果学习不好 因为我下半身 我有想法 所以我学习不好 我干掉他 我没伤别人 我干掉他 为了明天 我可以成皇帝 你看跟这个习近平有什么两样 大家记住 这是24小时 围绕中国发生的一些单一的具体事情 但是当你汇总到一起的时候 他可有一个原本的根本内 这个东西就跟李连英成皇帝 不就对应了吗 非常的可怜 非常的自卑 就像我刚才说的 对吧 今天会变得有些国人 渴望着被强暴 渴望着被凌霸 其中寻找欢乐 这不跟这是一样吗 因为他的一切都在自己身上 都在自己成功的身上 这刚刚发生的事情 中共国自定清华大学 为世界一流大学 惹起了笑意 我觉得就没什么可细讲 没什么意思了 精神病有它完整的道理 对吧 流氓都是穿衣服的 早餐里很少有流氓 光不流条没有 一样的道理 习近平是清华大学毕业 所以他就得是一流了 还真的不开玩笑 中共国自己定清华大学 为世界一流大学 这样跟今天的习近平殿下 可以能够对称 至于是不是一流大学 你们承认不承认 是你们的事情 对吧 你根本看不着其中的优点 我跟你说 能在清华大学出来 今天的习大大 称霸全世界 你能找出第二个吗 你没有 对不对 你能找出习大大如此伟岸 跟目无空无人的一切吗 没有 对不对 他能弯能曲 能伸能直 能趴着能藏着 能掖着能躺着 他怎么着都成 只要他活着 只要你把他称为皇帝 这就是荒谬 这不仅仅是荒谬 对不对 称清华大学为一流大学 就跟用好莱坞大篇 编造出今天中国空军的 那一份实力 炸毁你关岛 我管你必完毕 不必完毕 这是今天中共国的实力 今天的实力只剩嘴和欺骗 骗得连他自己都没得骗了 就开始编 编得自己非常的亢奋 亢奋之后 那个学生受不了了 把自己自攻了 这些都是 人说自攻了跟这有什么关系 他所营造的价值观 那个学生笨大 学生要想明白了 说哦 他感情你空军的力量 是靠好莱坞编出来 那我自攻我就惨了 对不对 我把自个儿给毁了就惨了 他没毁 他把自个儿毁了 他没想过来 所以是被骗 整个教育的方式 人类的人的生活的价值观 把那孩子毁了 而中共的价值观 是靠好莱坞的大篇编出来 遭控打压人权 中国说了 我们高度保护人权 在北京动物园里头 动物都关在笼子里头 而且定点给吃饭 定点给喝水 定点有人打扫卫生 扫厕所啊 对 定点打扫卫生 那是高度保护类 对吧 那个是高度保护类 那动物保护组织会呼吁说 你们不成 你们在虐杀动物 胡说 这绝对是胡说 我花多少钱养他们 我花多少钱造笼子 我花多少钱伺候他们 我花多少钱看着他们 我花多少钱 把他们宠在殿下的位置上 在新疆 一百万人 可以论证的一百万人 今天在西藏 涉及到五十四万人 也在被这样对待 这是习近平 他绝不亲手说 我杀了他们 不 他不杀他们 他让他们 以这样的方式消灭掉 因为杀了他们 这人没了 就没有他的威严了 他的做法跟金三胖不一样 我一个都不杀你 我让你们看到我就是惧怕 我让你们看到我就浑身震颤 没跟你说吗 李连英做了皇帝 把所有天下的美女都收进去 让外面的那些 那些公子们 骑着白马们 骑着白马乱找的王子们 让你们连路边的野花都找不着 我气死你们 我不开玩笑 你不知道他内在的心态 你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你在今天的社会学也好 中共官场的学问也好 你怎么能够找出 这样在24小时之内 把这些事情罗列在一起时 所表达的故事 不可能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